Hello,大家好,我是小梗 今天来玩花语成型2 昨天约了花小罗姐姐和陈锦衣哥哥一起去玩 不过忘了把信物交给他们了 今天再来拜访拜访他们 我的信物好像也丢在这个院子里了 不管怎么说,还是先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先吧 奇怪,门怎么被锁起来了 花小罗姐姐,陈锦衣哥哥,你们在家吗 我记得院子里有放着备用钥匙 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个树洞 树金哥哥,树金哥哥 你这里有见到钥匙吗 看样子想拿到开关 得先去干点龙窩才行啊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哇哦,前面就是麦田了 这里还有全自动收割机 我拉,我推 轻轻松松收了一大片小麦 可惜我身上没有猪头,不能种回去 输金哥哥,输金哥哥 这是你要的小麦 开关我就收下啦 我记得花小罗姐姐的信物 我留在了刘仙儿姐姐家了 姐姐,姐姐你在吗 不在,那我自己进来咯 姐姐家好漂亮啊 粉粉的被子 不愧是小仙女 上楼去看看 咦,奇怪 这里怎么会有一个小牌子 里面巧巧 原来宝箱馋在这里啊 花小罗姐姐最喜欢吃的糖葫芦 溜了溜了 接下来去拿好呢 这口水井看起来怪怪的 流环金沙 下去看看 看我回首他 我就说嘛 怎么可能凭白无故锦里有专事 钥匙到手,稿子,芝麻开门 哇哦 哥哥姐姐住的房子真好看 我改天也回去见一个 陈景仪哥哥的书房好壮观啊 咦,这椅子下面有什么 哇塞,是陈景仪哥哥的新物 这一定是这送信哥子的羽毛 还给我准备了好吃的西瓜 真甜 不过哥哥姐姐怎么都不在啊 上楼看看去 哇哦,好多的钻石块 看来想见到哥哥姐姐 得找齐齐个开关才行 事不宜迟立刻出发 奇怪,这路灯怎么不亮啊 难道是坏咯 啊哈,原来上面缠着的是开关啊 时候也不早了 今天就先到这吧 明天睡醒起来再继续找钥匙 这边关机出发 再继续找钥匙